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 今天呢,要跟大家來看一看幾顆蘭花的根系的生長 那它們的這種養殖方式呢,是有介質的水耕 有介質的水耕 那我們現在就一顆一顆的來看 現在這一顆呢,叫做Phalenopsis pulchra 那你可以看到呢 哦,這個是一個原生種 它開的是一種紫色的花 非常非常蠟質又厚的紫色的花 那你看到現在這邊 這個是新在長出來的根系 就是我移植到這一種有介質的水耕 之後長出來的根系 那它上面的耕,氣耕也長得相當的好 有蠻多耕,蠻粗肥美的根系 哦,還有你看到的這兩個 它是在本來已經長的老耕 它又重新再長,續長新的根 根尖 然後這一顆中間也在長小葉子 所以感覺它發展得不錯 那這一顆呢,是Phalenopsis mariae 這個也是一個有斑點的 還有紅色紫色斑點白底的 那它的氣根也長得相當的好 甚至你看到這邊,它氣根一度停止生長 但從我手指尖那個部分,它又開始生長 有很多很肥美的氣根 在每家地區,我們常常都說 這種影片,專門在看更新的影片 叫做root porn 好,那這一顆就是Mariae 它也是相當的不錯 再來這一顆呢,是Phalenopsis quenuservi 還有Pantherina的交配種 這一顆呢,它也是有非常好的氣根 那在杯子裡面呢,你將也看到 這邊有兩條根也是因為 也是已經長到戒指裡面去了 那這一顆蘭花本身,它的根系呢 上面的氣根也都是移植過後才長出來的 那目前這個花梗,目前沒有開花 因為它應該是夏天開花的品種 那現在基本上就是,這種有序花 這顆有序花性,所以我就沒有把它剪掉 那目前來說這一顆,我感覺它長得也相當的不錯 接下來呢,這一顆是Phalenopsis 它其實是Tetraspis跟Ludamaniana的交配種 是Primary Hybrid 那也是一樣,它的新根系也已經長到戒指裡面去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上面的氣根 你還可以看到兩個短短的花梗 右邊的花梗比較短一點 它之前長出來的時候,感覺天氣不是很好,所以它停了 但左邊的花梗蠻長的,而且漸漸的在長長 現在的這顆蘭花呢,是Phalenopsis Tetraspis 好,這個就是原生種了 這顆還算是小苗,但是呢 你看到它已經有根系長到戒指裡面去了 然後這裡還有另外一個根點也是已經長出來 所以這顆蘭花應該對於這種有戒指的水根也是反映相當不錯 再來這個是Phalenopsis Germain Vincent 它是Biolesia跟Speciosa的交配種 兩個原生種的交配種 所以也稱作Primary Hybrid 那這一顆呢也是一樣 它有根已經長到戒指裡面了 這一種有戒指的水根 那如果你不清楚什麼叫做Semi-Hydroponics 就是有戒指的水根呢 我會再額外做另外的video跟你做介紹 那現在的這一顆呢 是也是兩個原生種的交配 是Biolesia跟 Zebrina的交配種 也是Primary Hybrid 也是一樣有根系已經在移植到這種養殖方式後 長出根系已經長到戒指裡面 它也有相當好的氣根 而且也正在長一片新葉子 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就能夠看到它抽花梗 然後甚至開花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這一顆花 好再來這一顆是台灣朋友應該都很熟悉的桑德 就是Phalenopsis Sandoriana 這一顆我忘記它到底是白色的品種 還是粉紅色的品種了 我記得應該是粉紅色的 但你剛剛有看到它的根系 也已經長到戒指裡面去了 然後上面的氣根也相當健康 再來這一顆呢 是跟我有愛恨情仇 愛恨交織的Phalenopsis violaceae 怎麼說愛恨交織呢 我對它又愛又恨 因為呢 自從它移植到這個戒指裡面去 其實它長出來的葉子都非常的小 但是它的根系卻已經漸漸的長到戒指裡面去了 然後呢在戒指以上呢 也長出了四個氣根 所以說它也不能夠百分之百完全是討厭這一種養殖方式 你看像這邊有一根 葉子氣根 然後這邊有兩個氣根 那我們再換另外一個view 看一下 它的根系已經長到戒指裡面 所以其實它應該算是 漸漸在適應中 不過中間的三片葉子 你看它中間還有在長一片小葉子 希望它會越來越大 但是這三片葉子都是在我搬到德州之後 把它移植到這一種有戒指的水耕裡面 所以它這三片葉子長得都不是相當的好 都非常的小 比它最外面那兩片大的葉子小花 那再來咧 這一顆是加德利亞蘭了 Catria Small World 這顆呢 它對於這種 Semihydroponic的這種養殖方式 非常非常的喜歡 你看它的根已經都長到戒指裡面去了 然後呢 你再看一下它的另外一條根 這條根它一直長到底部裡面去了 從上面一直長長長往下長 長到底部裡面去了 那其實你看到啊 我現在手指的這個部分 其實它 你看它的兩個洞 以下的部分都是會有水 它是一個有點像小蓄水池的部分 所以剛剛那一條長到已經最底部的根啊 那條其實 在水 它會有一段是一直都在水裡面的 雖然它有戒指 但是它部分的根系其實是一直在水裡面生長 但是它自己長進去的 所以它不會爛 因為它已經適應那樣一直有水的環境 再來 這一顆也是一顆原生種 科尼 Phalenopsis corningiana 這顆呢 這個葉子是我之前 掉了一些東西在那葉子上 所以把它弄傷了 不過還好 沒什麼事 沒有發炎 所以我也就沒有把它剪掉 那這個呢 正在長兩個氣根 然後也有一片小葉子正在漸漸養成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看它的根 也已經長到這個小小的這個Rust Bar 這個蓄水池裡面 在洞下面的那個部分完全是都有水的部分 那這個根不會爛 因為它自己長到水裡面去 所以已經適應 再來這一個呢就是石狐藍了 這顆石狐藍現在還算是Baby還是小朋友 但是這顆石狐藍叫做Dendrobium Green Lantern 這一顆它的根系啊 也是長得相當的好 你看它已經完全都開根打開開了 然後也一直往下長 那有一些根系也已經都長到下面那個Reservoir的部分 就是我講的小小的蓄水池裡面 所以也是有一部分的根系是完全 二十四小時都在游水的狀態 所以呢出原門的時候也不用擔心沒有人澆水 而且石狐藍本身它梗裡面就有蓄水 所以其實是蠻好養的一種蘭花 再來咧這兩顆是我最喜歡的minimarks 非常小的花朵但是有斑點我超喜歡的 那它們這兩顆也是一樣啊 它們的根系都已經長到戒指裡面了 右邊的那一顆甚至有根系也長到小蓄水池裡面了 但是呢右邊的這一顆你看它已經開始抽花梗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surprise 非常好的surprise 真的因為我完全沒有發現 是在做這個video的時候才發現的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兩顆應該是適應的相當不錯 再來咧這一顆是oncidium sherry baby 這一顆呢其實是一顆rescue 它其實才五塊錢五塊美金而已 是完全是打折又打折之後 沒有人要買的蘭花 因為它已經沒有花了 花已經卸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根系啊 被我買回家之後把它放進這種 有戒指的水根裡面去種植 你看它的根喔 長得相當的好 那現在目前是幾乎沒有水了 這個是已經幾乎兩個禮拜以前浇的水 我會讓它到幾乎裡面都沒有水分的情況 然後再給水 所以大概也就是七到十天有時候兩個禮拜再給水一次 因為現在冬天 所以兩個禮拜給水一次就差不多了 不需要一直一直都有水 所以這個就是oncidium sherry baby 非常非常的香 有機會的話也希望你能夠買到一顆 再來咧 這個就是台灣人也相當喜歡的夜夫人 叫做Brasavola nadosa 這種花呢它白天不香 但晚上非常非常的香 這個東西你如果去建國花室 台北的建國花室應該都滿常看到的 叫做夜夫人 所以如果有的話呢 不貴 希望你們能夠買回家 它一旦開花室在晚上的時候會香 那你看這根系也長得相當的不錯 它這種呢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而且光看它的葉子也非常非常有觀賞價值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這兩顆我就一起說 因為呢 他們這兩顆都有著相同的 生長 根系生長的現象 所以我就一定說明了 左邊的這一顆 先說他們這兩顆啊 應該是要給他們調皮獎 那之所以給他們調皮獎 原因等一下再說 左邊的這一顆叫Purple Martin 右邊的這一顆叫做 它是Cilariana-Cilelli跟Stortiana-史塔基的交配種 叫做Philadelphia 那為什麼他們這兩顆會得調皮獎呢 主要是因為 也是因為它的根系的關係 但不是因為上面長的氣根喔 而是主要是 你看一下 它的根 往下長長進戒指 又長到排水孔外面 這兩顆都一樣 就是 這兩個排水孔主要目的就是 讓水位能夠降到這兩個排水孔的那個level 但是這個根系長得太好了 長就長到 長到排水孔外面 不過呢 好是好在說 它這兩個根啊 會一直貼著這個瓶子的外圓 杯子的外圓生長 不會一直就是亂長 這是唯一我慶幸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你會發現我其實都有用 另外的外杯把他們罩住 就是這個是它杯子本身嘛 那我其實還有用藍色的外杯 再把它罩住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黑格阻隔太陽光 這樣子呢 就比較不會在這個內杯的圓壁上面呢 長上青苔 這個是大家這邊美加藍友啊 後來他們討論覺得最好的方式 一方面是為了美觀 那另外一方面就不確定說 這些長青苔的杯子啊 是不是會影響 蘭花它本身的生長 應該是不會 因為目前大家覺得是不會 但為了美觀 我就還是用了外杯 把它 把它阻隔一些陽光 好啦 這個就是這一次為大家準備的影片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呢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也希望你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當我上傳新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通知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指教 也歡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謝謝你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